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菱舅 在週三開始停放在倫敦西敏廳 開放民眾來做瞻仰 期間由衛兵守負責守靈 並且有電視台進行現場的直播 結果在台灣時間的15號早上7點多的時候 竟然有一名士兵突然昏倒了 臉朝下重重摔趴在石板地上發出巨響 一起來看當時的畫面 畫面的左手邊身著深色軍裝的一名士兵 突然昏倒了重重摔在地板上 一旁的人員健壯立刻上前協助 在場排隊的民眾都嚇到了 發出驚呼聲 回顧這名士兵昏倒前一分多鐘的畫面 當時他就已經有一點點站不穩了 甚至還一度腿軟搖晃到台階下 他趕緊調整腳步再站好 沒有想到再過不到30秒 他就撐不住了重摔在地 直播也因此暫停了好幾分鐘 至於這名士兵到底是什麼原因昏倒呢 英國官方還沒有做出最新的回應 俄乌戰爭爆發至今已經超過200天了 乌軍近期展開一連串的反攻行動 今天傳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首都基辅發生車禍 送一檢查之後呢 所幸傷勢並不嚴重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發言人透露 澤倫斯基在坐車上面呢 在基辅與一輛轎車相撞 不過經過醫師的檢查 沒有發生任何的嚴重傷勢 至於澤倫斯基的坐車相撞的汽車司機呢 這是現場接受治療後呢 就被救護車帶走了 但發言人沒有透露發生車禍的時間地點 跟詳細的狀況還是有待釐清 日本政府有意在10月進一步放寬入境的限制 開放個人自由行以及台灣等國家與地區的旅客 免簽證短期入境 除此之外呢 日本政府也將完全廢除單日入境上限人數 希望藉此吸引外國觀光客赴日 振興日本的經濟 那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目前規定的單日入境上限人數為5萬人 且僅開放觀光團入境觀光 尚未開放自由行 不僅如此 所有的入境日本的旅客 都需要提前取得簽證 報導指出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預計將 預計近日呢 就會表態了 開放邊境的管制 不過具體的時間 還是得試疫情的發展來判斷 最快是10月就可以宣布 收績